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剧情的推断里是合理的 那多大尺度都可以 给比你小十岁的人一句建议你会说什么 好好把握现在 哈喽 胡老师 马家想问你 你最喜欢的一次旅行是哪一次呢 应该是跟有一次家里出去 就江浙户这一块自驾游 然后当时是我爸做的规划 然后其实算是一趟文化之旅吧 然后就你到每到一个地方 比如说这个是什么什么东西的产地 这里有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旅行可能不光是说 就是身心上的休息 还是要去学会一些什么东西 你最尴尬的一次回忆是什么 四年前那个相亲交友大会 说近段时间最尴尬的是 你最害怕或最恐惧的是什么 就我比较怕的动物吧 我比较讨厌那些毛茸茸的 软乎乎的那种虫子 如果可以请全世界任何一个人吃饭 你要请谁 我请松 因为我经常看他的节目之前上学的时候 经常看小说之类的这种节目 乐国一天你好 请问一下你理想中的家是什么样子的呢 老婆孩子热放头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然后不为生活中的琐事发愁 对 你没有工作的时候都会干什么 其实我觉得宅在家里时间过得挺快的 我根本不用想 我今天要干什么 就可能躺着 刷刷手机一天就过去了 所以我倒不会要干什么而发生 你不打麻将 为什么要给自己的粉丝起名叫麻将 因为是这样 我这个名字吧 从小到大就跟麻将会扯上关系 大家都会吐槽 说你这个人吧 你不去打麻将真可惜了 你打麻将一定很好 所以说每天被洗脑洗脑 然后就觉得 对麻将这个词比较亲切 所以当时有几个 那个粉丝的名称 让我去做一个选择 然后我一听到麻将也就他了 如果你要选一个应援颜色 你会选择什么颜色 蓝色吧 你好 老婆老师 我想请问一下 您最喜欢和粉丝的相处方式是什么呢 表情包做图 常发自己的表情包 你存了很多自己的表情包 在手机里吗 我是有存很多表情包 然后比如说前段时间因为上热搜 然后我会用一种表情包来反映我当时的心情 因为真的当时心情一言难尽 难以形容 只能用图片比较直观的表现出来 沈月说你在剧组经常给大家推荐好吃的零食 平常你喜欢吃什么样的零食呢 喜欢逛淘宝吗 我觉得我平时网购还算比较多的 我平常爱吃的零食 比如说有比如说肉干类的 比如猪肉脯啊 鱿鱼仔啊 然后坚果类的可能是香味衣果 还有一些七七八八的小零食吧 太多了 我下面有一个那个记性表演 然后题目是发现外星人要带我回家 喂 喂 无一天吗 我是外星人我要带你回家 您拨打的电话已欠费 没让我停下 结束了 别管它 被怀疑被打压 静下来听心底的回答 是什么失去了心会痛你明白呀 告诉我是实话 是我的梦话 你开始了吗 是吧 无边的 你别把你绕我了 一回 一无人脸都红了 新听报 真是快乐 啊